大家好,我是爱玉眼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 风铁2.4焦丘解析 富王,自带风劳 黄泉最强的队友 飞消技能首爆 力会出稿流出 崩坏新穷铁道2.4复刻角色公布 四位女角色急爆卡池 替灵人全卡云里必抽 众所周知 新穷铁道2.3版本的前瞻直播 已经过去了一段事件 除了即将登场的新五星角色流营翡翠外 官方在前瞻结束的末尾 也是隐藏了小彩蛋 尤其是后续2.4版本 七位新角色的公布 也是引起了玩家们的乐意 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 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 2.4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 已经确定 2.4上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云黎 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焦丘 之前提到的传奇新手剑士的身份 也被官方揭秘 也就是各位开拓者们 最最熟悉的三月期了 也说穿上仙舟服饰的三月期 还是非常可爱的 按照官方的消息 在后续三月期也会解锁新命图 星级定位的话是四星虚数巡猎角色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2.4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也是很多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就目前全五星角色时间的顺序来看 会复刻最久的两位五星角色 分别是希尔霍霍 赢之银狼刃软眉这几位角色 其中软眉是在2.3卡池上半复刻 赢之在2.3下半卡池复刻 那么只有希尔霍霍 银狼刃这几位了 银狼和刃又均复刻过一次 所以说2.4卡池复刻的两位 五星角色大概率是希尔霍霍这两位了 至于后续的版本中官方公布的飞销 怀言凌莎莫泽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 只是角色的星级定位目前都不确定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 期待光铁飞霍技能 首爆单飞脱离脱帕队 异会出稿 流出旗袍满幅血井无功寇 关于飞霍这个卫星角色 最近讨论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就是女性角色关注度肯定高 其次就是内鬼透露了2.0版本就黄泉 飞霍两个大四一位黄泉强度 大家都已经肉眼可见 这点自然落到飞霍身上 再次就是飞霍爆出的机制 有追击也带击破 在放出的消息当中 传言跟托帕有交合 好像追击队又准备开火箭起飞了 不过从最新消息得知 飞霍并不打追击 已经单飞脱离托帕队伍 下面来看看 天赋 召唤两个炮台 两点销刃自拐强化和拉条 普通战技 风属性伤害加两点销刃 强化战技 28点销刃伤害的击破伤害 终结技 三点销刃获得一次天赋强化战技效果 另外三个行技 围绕销刃充能和强化战技 专武加击破特攻和加速度 不用看都知道是专武必抽 从目前技能组来看 已经彻底 放弃了追击 转头进攻击破伤害 从目前打击破的波提欧和流营两位来看 都具有弱点植入能力 而作为2.0大C肯定也会拥有 早起传言 非效位巡猎角色 不过感觉机会不大 毕竟目前还是群体攻击角色吃香 不过打击破的角色读点也非常明显 一旦遇到所弱点怪物 非常容易被针对 最后我们来看看 非效的例会 其实这个背影图在刚过去的 2.3前瞻直播里面已经出现过 在机密的介绍下 天机将军非效登场 但这只有大概的轮廓 最近有大神用笔画 把细节构图补全 可以看到细节刻画还是挺丰富的 连尾巴都股权设计上 采用了各种元素结合 起跑满浮血颈无功扣 不过这也只是大众的意愿而已 具体还得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